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久違的Sephara 歐美彩妝的戰利品上妝以及心得分享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盒裡面呢有非常多彩妝盤 有眼影盤 眼影盤 眼影盤 還有眼影盤 我這次買了還蠻多的眼影盤 那再來呢就是一些夾彩及打亮 以及少量唇彩的部分 今天呢都會一邊試色一邊上妝分享心得給你們 我把頭髮夾起來了 這樣比較不會有那些小炸毛去感染我今天化妝 那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它是Anastasia的Soft Glow 這一盤我稱它為木瓜牛奶盤 為什麼我會叫它木瓜牛奶盤呢 我先放到背面讓你們看 你看看它的顏色 是不是很像木瓜牛奶 尤其這兩個 超可愛 這一盤真的超級夏天的顏色 我先打開讓你們看 這一盤眼影盤其實前幾天的影片裡面已經不太長 讓你們看到包裝超美的 它這種揉面麂皮的包裝 有沒有看到這個質感超美 而且我覺得也很少見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裡面的色調都是那種橘橘粉粉紅紅的顏色 我相信喜歡暖色系眼妝的人應該都會喜歡 那我自己呢特別喜歡中間 右邊數過來第三個 上下這兩個木瓜牛的顏色 這個是比較淺的木瓜牛奶 像是比較深的 有點像泰式奶茶的顏色 那再加上這個呢就有點 我不太會喜歡有點紅巧克力的顏色 我覺得這上顏色真的是超美的 稍微刷幾個我比較喜歡的顏色 讓你們看 首先是木瓜牛奶的顏色 你看看它好可愛喔 這是一個很適合夏天的木瓜牛奶色 那再來呢是泰式奶茶它的顏色 就木瓜牛奶底下的顏色 也很美對不對 這兩個顏色超顯白的欸 怎麼會這樣子 那再來呢是旁邊的紅巧克力色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當做眼尾的暈染還是眼線都很適合的一個色調 這三個搭配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再來呢是一個珠光的香檳粉紅色 這個粉紅有一點粉中粉中的感覺 不會太甜美還是小女孩的感覺 我覺得它這個粉中的色調還蠻輕手有氣質的 我再多刷幾個讓你們看 再來也是一個霧面色 更深一點的巧克力色 比起剛剛這個紅巧克力來的更沉穩了一點點 然後這個的粉質 我覺得就沒有其他這幾個霧面來的平均 沒有看到它搓起來有點不太平均 所以粉質的部分我覺得是稍微有一點不太 品質不太平均啦 那我先沾取眼影盤裡面的木瓜牛奶色 來打底整個上眼皮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顯色度其實是還蠻明顯的 淡淡的 但是又不會太飽和過頭的感覺 再來呢用MAC的眼影刷 沾取偏紅的巧克力色 但因為這個顏色它很顯色 所以我會先在我的手背上面 把多餘的粉給刷掉 然後輕輕的暈染這眼尾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就可以看到一個對皮髮明顯的暖色漸層眼影了 好我們先使用裡面兩個顏色來做打底就好 那這一盤它給我的感覺是它的粉質就是很經典的 歐美眼影盤 粉質稍微偏鬆一點點然後發色也會比較濃郁 相對它的妝感會比較強烈一點 所以如果米布它會操控那種很濃郁的顏色的話 在下手的部分呢就是可以像我剛剛這樣 稍微在手背上面把多餘的粉給點掉 然後這樣妝感就會稍微比較薄 比較容易掌控 那這一盤呢我覺得它的配色就是一個 進可攻退可守的配色 因為像左邊這邊啊它的顏色稍微比較淡一點 比如說煙燻玫瑰色啦 還是潛膚米金的珠光色 這些顏色呢 這些顏色呢就比較適合日常來使用 那中間到右邊這些顏色就稍微比較濃郁一點點 你可以畫出比較特別有個性的妝感 那再來就是如果你很會操控這種深色的話 這一盤也是可以滿足你們的喜好 所以這一盤呢我覺得配色的部分 應該是喜歡暖色調眼妝的人都會喜歡的 那再來就是它可以創造出來的妝感 也有滿多選擇的 那最主要呢就是它裡面的顏色 夠特別也很適合夏天 那再來進入到秋冬的話應該也是可以使用的 因為這些顏色稍微比較淡一點 我覺得放在秋冬用 一樣是可以的 剛剛忘記補充在粉質的部分呢 因為我珠光色跟亮片色有用過 我覺得它們不會有太明顯的飛粉 尤其是我剛生前的霧面色都有使用嘛 那當你在做暈染的時候 我覺得是最容易產生飛粉的精神 但目前這樣這一盤使用下來 不管是使用這些木瓜牛奶色啦 還是珠光色都不會有太明顯的飛粉 或是太粗糙的顆粒感 所以呢我覺得粉質的部分是有一定的水準在 再來第二盤眼影盤要分享的是這個 它是Bobbi Brown的New Drama 這一瓶不是這一瓶 這一盤眼影盤其實我看很久 但我覺得它單價有一點點高 但是最後就覺得 既然朝思暮想已經看很久 還是很喜歡 那就捏著大腿買下去吧 那我覺得它的包裝也蠻精緻的 它是這種裸色調 然後裡面也是一個 有點香檳粉紅裸色調的感覺 整個配色的部分 我覺得是還蠻有質感的 再來要打開囉 你們看裡面的顏色 如果你很喜歡那種裸色調 膚色調 還是大地色調的話 這一盤應該就是 算是天菜的配色吧 那它裡面裸色調呢 我覺得基本上都是很實用 它有偏暖的裸色 也有偏冷的裸色 所以說如果你的膚色 跟我一樣適合偏暖色調的話 我覺得 也是可以在這一盤裡面 找到適合的顏色 那如果說呢 你的膚色比較適合 冷色調的大地色 這一盤裡面也是也有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配色 幾乎就是把冷暖膚色 適合的裸色調 都集合在裡面了 那妝感的部分呢 有分為霧面色 以及珠光色 看到嗎 它的珠光色 其實我覺得不會到很閃 然後光澤的部分 也是蠻細緻平均的 就是一個 走低調沉紋質感的路線 那我先刷色讓你們看 我覺得它粉質這樣子 稍微搓起來 是有一點的顆粒感的 不過畫在眼妝上面呢 不會有太明顯的粗糙 或是不舒服刮眼皮的情形 那先刷色讓你們看 你看它的光澤 跟發色度 都是很低調很低調 有點 暗暗內含光的感覺 很妙 如果說剛剛那個 木瓜牛奶盤 它是一鍋 麻辣鍋的話 那Bobbi Brown這一盤 它就是一個青州小菜的配色 有沒有看到 發色度都是很內斂沉紋的感覺 就是淡淡的 不會太過張揚 就是珠光色 這個顏色就稍微比較重 然後比較閃一點點 應該是這盤裡面 顏色稍微比較重 少數偏重的 一樣是珠光色 這些顏色都很實用耶 有沒有 稍微再多刷幾個 冷色調的大力色 這個呢 它也是霧面色 稍微偏灰一點的灰棕 再來呢 也是有點灰棕的珠光色 這個它的發色度的清透感 跟我第一個刷的這個有的比 這個是暖色調的 然後這個是偏冷色調的 再來一樣是珠光色 這個也是比較重一點的顏色 如果說前面這個 比較淡一點的珠光色 要當打底的話 後面這個呢 就可以當作眼尾暈染的顏色 最後一樣是珠光色 它是冷色調裡面 最重的一個珠光色 這三個剛好是一個深淺間層 選一個珠光色 打在上眼皮的中間 因為全霧面的眼影在夏天看起來 可能會稍微比較沒有朝氣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利用一個 一樣是同色系 都是一樣暖色系的珠光色 來做中間的提亮 它的眼霜稍微就有一點點光色 不會那麼死氣沉沉的 再來呢 要加強打亮臥蟬中間的地方 再來使用這個比較淺 有點偏冷色調的珠光色 來做眼頭的打亮 像這樣子 這樣就使用完 Bobbi Brown New Drama 做打亮的部分 那這盤眼影盤 我自己使用起來的感覺是 它很適合日常妝容來使用 比如說你今天是上班族 你不能夠畫太過誇張太濃郁的眼妝的話 這盤顏色會很適合 那裡面是冷暖的大地色調都包含在裡面嘛 所以不管你適合哪一種色調 都可以在裡面找到適合自己的色調 但是在粉質的部分呢 我自己剛剛這樣子使用起來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肥 因為我現在隱形眼鏡好像有卡一點點眼影的亮片在裡面 所以粉質的部分呢 我覺得比起剛剛木瓜牛奶盤 它的粉質就沒有那麼服貼在皮膚上面感覺 在做淵染的時候呢 是稍微會有一點點輕微的肥粉的 那在妝感的部分呢 我覺得變化不會太大 就是不會有太明顯的差異 可能就是可以做一個霧面色的漸層單色 或是暖色調的霧面加上珠光色 或是冷色調的霧面加上珠光色 我覺得它搭配起來的妝感不會有太 太讓人驚豔的感覺 但是就是很安全 比較不會出錯的一個眼影盤 非常適合日常來使用 那如果說你要出席一些正式場合的話 我覺得它的色調也可以帶給你的妝容 一個很知性有氣質的感覺 但是大地色系的眼影盤有非常非常多 那這樣子比較起來的話呢 這一盤 雖然說它的包裝跟色調是都還蠻漂亮 可是我覺得應該可以找到很容易取代的裸色眼影盤 尤其裸色眼影盤很容易找 所以這盤這樣使用下來 我覺得在特色的部分好像就沒有那麼明顯 如果你手邊已經有很多裸色調眼影盤的話 這盤就不一定要收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嘗試過這種整盤都是裸色調眼影盤 也許可以考慮評估看看 那我自己的話呢 我是覺得它好像沒有太讓我驚豔 可能是因為我手邊已經有裸色調眼影盤 所以這盤使用起來的感覺就是安全牌的感覺 再來是這盤 Aplanticade的迷你眼影盤 先讓你們看一下它的包裝 它的包裝很狂野欸 有沒有 一個有琥珀 就像火焰的感覺 那打開之後呢 它的殼是塑膠喔 殼的話我覺得質感普通 然後裡面的顏色 我覺得也很可愛 泰式奶茶這個顏色 我就是衝著它買的 那它的妝感呢 全部都是臥面的 有沒有 沒有珠光色 有沒有亮片色 粉質的部分呢 一樣稍微偏鬆 如果你太用力搓的話 可能會稍微有點飛到旁邊 但如果是適度的力道的話 就比較不會產生這個情形 那我一樣先刷幾個 顏色讓你們看看 這個泰式奶茶顏色真的是 很欠埋欸 好可愛喔 一樣先來刷色 以霧面眼影來說 它的刷起來的平均度是還不錯 因為很多霧面眼影刷起來都會有點斷層不平均的感覺 那這盤它的粉質是還蠻綿密平均的 再來 這顏色就稍微比較濃一點點 再來 泰式奶茶的顏色 這個顏色好可愛喔 再來這個顏色可以當暈染色 也可以當眼線色 它色度還不錯耶 蠻喜歡的 那我現在又用這個最深的巧克力色 來當作眼線 它的粉稍微有一點點飛 你們看我眼尾下方這個地方 稍微有一點的肥粉卡在上面 所以這一盤的粉質 我覺得是會肥粉的唷 應該是因為剛剛那隻眼影的時候 它抓粉力不高的關係 我現在換一隻比較便的眼影霜 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肥粉了 加一點點泰式奶茶的顏色喔 加一點點泰式奶茶的顏色喔 有看到它的顯色度嗎 很橘喔 稍微再上一點點點 加在上眼尾 一點點就好 好 現在眼影大致上都完成了 那我剛剛說這個 木瓜牛奶盤 木瓜牛奶盤它的顏色還蠻顯色的 眼影的話 這盤的話我覺得應該是可以 嘗試看看 那這一盤的話呢 相較起來 我覺得會比較容易操控一點 因為這一盤它的用量 真的要控制得很清楚 不然 不小心眼妝就會有很明顯的色快感 所以我覺得這盤是會比較好操作一點 那這盤的話就是很適合 喜歡強烈眼妝的人來使用 最後一個眼影盤要分享的是這個 Urban Decay的 Black Tove 這是比較近期推出的一個配色 那它的配色呢 翻到後面來都可以看到 有點偏乾燥玫瑰色 煙燻蜜桃色的感覺 其實我不確定我自己 適不適合這樣子的色調 所以我想說買一盤回來 嘗試看看好了 那它裡面的包裝呢 我先打開讓你們看 它的外包裝色調 就配合它的眼影顏色 都是有點煙燻粉紫玫瑰色的感覺 比較特別的是它是雙層的設計 這一面打開來是四個夾彩 有打亮 然後一些腮紅色的部分 那中間的部分呢是一個鏡子 翻到另外一邊來 打開之後 就是一個八色的眼影盤 那上面的話一樣有個鏡子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 非常要使用 結合眼影和夾彩的彩妝盤 它中間的這個鏡子啊 是可以拿掉的 這樣抽掉就可以了 先讓你們進去看一下 眼影的妝感 它有分為霧面色和珠光色 那配色的部分呢 結合大地珠光色 以及乾燥玫瑰色 翻到另外一邊來呢 一樣有霧面的腮紅 以及珠光色的腮紅 那比較特別的是 它最旁邊這個呢 可以當作打亮來使用 其他的話呢 這比較適合當作腮紅色 那我今天眼妝已經畫滿了 所以只能夠示範刷色給你們看 先刷色 粉質的部分我覺得還不錯 在珠光色的部分 稍微摸起來會有點顆粒感 所以霧面色的話 它刷起來那種很絲絨的手感 我覺得還蠻好 粉質的部分 這樣子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那最特別的就是裡面這個 乾燥粉質玫瑰色調的顏色 來刷色 首先是珠光色 發色適中以上 不會到很濃 然後光澤的部分呢 看起來蠻閃 但實際上刷起來 我覺得是一個很細緻服貼的光澤 再來這個顏色是一個霧面的 煙燻乾燥玫瑰色 還蠻漂亮的 這個色調有點少見 那擦起來呢 因為我是偏黃的皮膚 他們不太適合粉色調的眼妝 那這個眼妝這樣看起來 好像不會讓我的膚色變得髒髒的感覺 再來是乾燥粉紫色 它是一個珠光色 不會太閃 那最後是一個乾燥玫瑰色 這個顏色它發色最濃 有沒有 所以這一盤啊 它有清淡的顏色 也有濃郁的顏色 應該也是可以搭配出 一點有變化的眼妝 再來是腮紅的刷色 因為腮紅只有四個顏色 所以四個都刷色 你看 再來是打亮色 好漂亮喔 它是比較偏 米色調的打亮 所以它很適合搭配一些暖色調的腮紅 比如說珊瑚色啦 玫瑰色啦 蜜桃色 應該都可以 是一個很實用的打亮色 那光澤的部分呢 不會太過張揚 就是不是閃到爆那種光澤 所以我覺得日常使用也是可以的 再來也是腮紅色 這個顏色呢 你可以當作一個有光澤的腮紅 然後你也可以當作打亮來使用 如果你今天要使用的是一個橘色調成分 比較重點的腮紅 這個呢 就很適合當作它的打亮 來互相搭配使用 看起來很濃 但實際上刷起來也是淡淡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腮紅應該是蠻容易駕馭的 這乾燥玫瑰色很漂亮 很像你的皮膚自然透出來那種 玫瑰血色感 還蠻襯膚色的 最後是紫塞 如果你們很喜歡紫塞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衝著這個紫塞來嘗試看看 因為我本身是偏黃的膚色 如果使用紫色調的眼妝還是彩妝 都會讓我的膚色看起來有點髒髒 因為是對比色色會髒髒 但目前這個紫塞我覺得它看起來還蠻柔和 應該也是擦起來蠻顯白的一個顏色 因為我等一下還有這個Benefit的腮紅盤要分享 那我現在在猶豫我要用這個BACTOB的腮紅來上妝 還是用這個腮紅來上妝 我遇到人生的困難 因為這兩個腮紅的配色我覺得都很漂亮 但我想這個應該比較新一點點 應該會比較多人想知道它的妝感和紫塑 所以我用這個腮紅來上妝好了 那我今天的眼妝比較偏暖橘木瓜牛奶色 所以可能不太適合示範紫塞給你們看 那我今天我就用這個乾燥玫瑰色 這個煙燻玫瑰色調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那我剛剛插色覺得它應該不會太濃 我錯了 那我沾的量太多了 剛才把它們刷開 喔它好顯色喔糟糕了 我必須先趕快出動卸妝鏡 它太顯色了各位 剛剛手刷好像沒有很顯色 但可能我剛剛真的量太多了 好重新再來一次 好 量要控制好喔 那雖然說淡淡的刷也是看起來淡淡 但如果說你不小心刷太多量的話 就會變成我剛剛那個樣子 那目前這樣看起來 貼合底妝效果是還不錯的 不會有太明顯的粉感 我還是覺得顏色太重欸 可能我今天眼妝顏色也比較重 所以不適合腮紅的顏色這麼重 應該有好一點點 那在妝感的部分呢 怎麼辦它沒有太讓我驚豔 就是腮紅 然後我想不起它的形容詞 好像沒有特別的地方欸 它就是整盤顏色很漂亮 就是那種乾燥粉質的玫瑰色的感覺 但實際上霧面的腮紅用起來 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可能我用的顏色也是 比較安全的顏色 所以如果用紫腮的話 也許色調會比較特別一點點 但目前這樣子看起來 我覺得腮紅的妝感好像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欸 就是顯色度還不錯啦 但整個霜上去的妝感就是腮紅 沒有什麼其他的形容詞可以來講 所以這一盤 我目前在腮紅的部分呢 覺得 嗯 沒有很驚豔欸 實際上摔在臉上沒有很驚豔 但單看的話會覺得 它的顏色好漂亮 好像一定要收 但這樣子整個使用起來就覺得 好像有一點普通喔 就是顏色很漂亮 那實際上摔在臉上的妝感就是 就是腮紅啦 但沒有什麼太讓人驚豔的粉質 或是太 因為它是霧面色啦 但珠光色的部分 我覺得光澤的部分 好像也就是 就是這樣子很安全牌的感覺 所以 我對它期待很高欸 但它實際上使用起來好像 有一點普通 我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 讓我自己用起來有一點點小小的失望 因為我覺得它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那再來就是我沒有這種色調的眼影 所以在想說買回來嘗試看看 那目前這樣子單看刷色的話 我覺得 其實我在要買之前 就已經有其他朋友勸過我說 網路評價好像很普通 但我個人就是 耳根層硬 就想不行多普通 我要買回來嘗試看看 那事實證明它 真的沒什麼 所以說如果你們跟我一樣 覺得它的包裝很漂亮 然後裡面這個乾燥玫瑰色很漂亮的話呢 嗯 我覺得可以再思考看看 也許還可以找到其他的乾燥玫瑰色 然後妝感更讓人驚艷 所以這一盤 小小的失望 然後我覺得 這個腮紅色要跟我今天眼妝實在是不太搭 所以有點紫紫的 雖然說用肉眼看是乾燥玫瑰色 但實際上是在臉上還是有點偏粉紫色調 所以跟我今天眼妝不搭啊 所以我想要把它卸掉 然後等一下再試那個 Benefit的腮紅盤 讓你們看 好那我們重新回到腮紅 接下來要分享就是這盤 它是Benefit的腮紅盤 我忘記它在台灣的名稱叫做什麼 但當時它在國外一推出的時候 我看到它這個包裝 就覺得好可愛喔 我們進去看一下包裝 很可愛對不對 現在很大一盤喔 然後打開之後呢 欸 什麼東西掉了 它裡面有五個夾彩 有珠光色 腮紅色 修容色 那中間這兩個打亮色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有點金金粉紫的感覺 色調部分我覺得都很漂亮 那剛剛掉下去的就是腮紅刷 那他們家的腮紅刷我已經有耳聞就是 妝試用 好像刷起來的妝感和觸感沒有那麼討喜的感覺 所以它還是附了一個腮紅刷 但我可能會搭配自己的刷具來上妝 因為它只有五個顏色 所以我五個都刷給你們看 那粉體的部分呢稍微偏硬 不會覺得很鬆散 好 來刷色 顏色還蠻清透的欸 但可能我刷的時候太用力 有一點粉 又刮起來了 所以顏色好可愛 它是一個蜜桃粉的感覺 但是又不是那麼偏橘 比較偏玫瑰粉色調 他們是日常來使用的 那顯色度的話呢 算是適中比較容易夾餘的顯色度 接下來是一個珠光色 珠光色的腮紅 但是它的珠光不會太過囂張 因為有時候夾彩太過珠光太明顯的話 會讓整個兩頰亮的有一點不太可學 那它的珠光我覺得是比較自然一點的 接下來一樣是珠光色 喔 這個珠光色的光澤就稍微明顯一點點 有沒有看到 稍微擺動一下會有一點光線的折射 但發色度的部分都算是比較清透自然的 繼續 然後這個顏色就是一個很適合夏天的珊瑚蜜桃橘金色 也是稍微有一點光澤喔 擦起來很顯白 會讓菠色變得很健康紅潤的感覺 這個顏色我喜歡 然後光澤也是蠻細緻的 稍微擺動一下 會發現有一點光影的折射 還蠻漂亮的 最後這個呢 應該是一個修容色 沒錯 它是一個全屋面的修容色 然後我決定直接使用腮紅色 那我現在使用的是下面這個 有點濁濁的色調 然後帶有一點光澤 它上面有印一個Rock的字樣 希望這次不會再失售了 這個顏色不錯耶 淡淡的 應該是可濃可淡的 但因為我今天眼妝顏色稍微比較重點 所以腮紅不想弄太重 然後這邊有畫腮紅 那這邊還蠻畫腮紅的 畫到對比嗎 那妝感還蠻容易操控 雖然說它這個色調 好像有一點點 不是那麼實用 但我覺得它有一點 裸粉色調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刷起來的妝感其實還蠻漂亮 貼合膚色 然後可以搭配的妝感應該也蠻多 因為像我現在搭配這種比較橘的眼妝 也是可以的耶 也是成立的耶 那稍微一點光澤 發色度也是很清透的 然後呢 近看的話呢 是稍微有一點點粉感 會有一點顯毛孔喔 因為它是有一點光澤 所以在有毛孔的地方 是稍微會有微微的顯毛孔的感覺 這個顏色好漂亮喔 你看 很美啊 感動 好美喔這個顏色 所以這一盤很不錯耶 其實我是第一次使用它們家的腮紅 我知道它們家的普攻益腮紅很有名啊 那我之前一直都想要去買 就是單顆的 那不知道什麼原因一直都沒有買 就可能是單顆的包裝沒有很吸引我吧 但它後來說這個一整組 然後裡面都是經典的顏色 比這個包裝就很可愛 然後我就 那一把火就整個燃起來 我就覺得 我終於要買它們家的腮紅了 那剛剛這樣子用下來呢 好想我要買 因為真的好漂亮喔 你看這樣子遠看 它的妝感會變得更自然有沒有 就那種淡淡的紅潤感 然後也不會去搶掉眼妝的風采 所以這一盤很漂亮耶 它有這種很適合日常的裸粉色調 然後也有稍微帶一點光澤 但是又不會太張揚的腮紅色 那如果說你喜歡那種比較橘比較可愛一點的腮紅 也是可以的 這個顏色擦起來應該很稚嫩很可愛 那再來呢 就是比較實用一點的蜜桃玫瑰色 就是結合實用 實用跟可愛 所以這一盤也一盤我自己 這樣子用下來 真的還蠻喜歡 在齒色度的部分呢 我之前已經有先使用過這個 蜜桃玫瑰色了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它的發色度是比較適中一點點的 不是太濃郁 所以如果你戴妝一整天到晚上 它的發色度 就大概還是這樣子的八九層嘛 不會說太容易掉色 或是不夠持妝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在齒色度的部分 有一定的表現 那再來就是粉質的部分呢 也算是細緻的 再來就是妝感 我覺得是很容易操控 比較不容易失手 所以這一盤 好險我有買 喜歡 而且包裝也很漂亮 再來打亮的部分呢 這次唯一買到的是這盤 Fenty Beauty的雙色打亮盤 然後包裝也很漂亮 讓你們進去看一下 它是一個素色的包裝 那你稍微擺動一下它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上面 稍微有一點珍珠的光澤 所以它不是單一的米色 或是白色的包裝 近看來就有點光澤的紋路在 然後我買的這個顏色呢 也是比較偏暖色調一點的打亮色調 我想說應該會比較貼合我的肤色 那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是 兩個不一樣色調的打亮 粉質的話呢 我覺得目前這樣感受起來是還不錯 整個粉體是偏硬的 然後這樣刷起來也不會有太明顯的粗糙顆粒感 要先刷色 首先是比較淺的顏色 你們有沒有看到光澤 它超低調的 它就像一個害羞的小女生一樣 看得到嗎 我要稍微轉動一下 你們才看到它光澤 超低調的這個光 再刷一層 嗚嗚嗚 好像是一樣很低調的 你看 這樣才看得到光澤 它的這個光澤度啊 就很適合 你既然如果不想讓人家發現你有畫甲彩的話 它還當作打亮就很適合 可以稍微幫臉部增加立體感 但是又不會有太明顯的存在 再來是旁邊這個比較暖色調的打亮 它的光澤明顯很多 如果你比較喜歡那種光澤感比較明顯的話 就使用這個顏色 那如果說你是日常不想讓人家發現 你的妝感的話 就可以使用這個 前面這個顏色 所以它一盤打亮就結合了兩種妝感 如果剛剛這個它是一個害羞的小女生 那第二個刷的這個打亮 它就是一個比較活潑的小女生 兩個都是小女生 那我覺得它色調的部分都很漂亮 我想要兩種都刷在臉上讓你們看 所以我決定先刷這個害羞的小女生 唉唷 有閃耶 有沒有 我本來以為它會很不閃 但實際上放到夾台上面 閃度還是有出來耶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畫打亮 這邊還有沒有 嗚 害羞歸害羞 但是該表現的時候 也是有出來表現的 好漂亮喔 很低調內斂的光澤耶 然後近看的話呢 會有一點微微的顯皮膚的紋理 但是不會太過嚴重 然後也不會讓你 有打亮這塊皮膚變得很乾燥的感覺 它的光澤就是微微的 很有質感 然後 跟你的夾彩配合度會很高 有沒有 不會覺得打亮很突兀的感覺 那右邊呢 我就刷比較暖色調 光澤也比較明顯的打亮 像這樣子 喔有看到嗎 它的光澤很閃 我實在是不習慣露我的右臉 有沒有 它的光澤明顯 比剛剛那個害羞小女生來的明顯很多 所以在用量的部分呢 要稍微控制一下 喔好漂亮喔 然後這個色調 很適合搭配這種 比較暖色調的腮紅 那暖色調這個打亮啊 它會更顯皮膚的紋理 就這一塊 會變得比較明顯 比起剛剛這個 光澤比較低的 它會比較顯皮膚的紋理 它兩個呈現出來的妝感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比較害羞的感覺 內斂 那這個呢 就是比較奔放活潑 鼻子的打亮 鼻子的打亮我要用害羞小女生來打亮 有耶 微微的閃 然後鼻頭呢 就是用指腹來打亮 好 左半邊臉包含鼻子 以及下巴打亮 使用的就是 右邊這個害羞小女生 你看它的妝感很低調 然後 很融入 這些彩妝們 它就像一個團體裡面的 開心 開心果 對開心果 它可以跟每個人都相處得很好 所以其實像搭配今天這種比較重的眼妝 它也可以 有沒有 很適合的感覺 那如果說你要搭配那種比較日常清淡的眼妝 我覺得它更適合 那右邊這邊呢 使用的就是 暖色調這個打亮 但這樣子看起來啊 我覺得 它就顯得比較普通 普通一點點啊 雖然說它的光澤比較明顯沒錯 可是 要比較閃的一定有 比如說OFRA的打亮 所以這樣子比較起來呢 這一個就顯得比較普通的一點 比較普通一點點 而且它會比較挑妝感 因為它的色調它有偏金黃色 所以可以挑的妝感 可以搭配的妝感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這個Fenty Beauty的霜色打亮餅 我用完之後很喜歡耶 看了很久之後 終於買了 那實際用完之後真的 好險我有買它 尤其是這個比較淺一點的光澤 光澤度比較低 然後你看它是這樣子 靜靜的待在你臉上 然後很安靜的配合著 大家不會搶氣 可是它可以讓你的妝容 變得更立體精緻的感覺 所以整個使用起來的妝效 我覺得是很精緻漂亮的 好險有買 這個買對了 再來還有一個夾彩 就是這個NARS的腮紅液 那我買的色號呢 是Dolta Vita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包裝還蠻有質感 它是一個霧面玻璃 就像霧面瓶蓋的設計 那中間是透明狀的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裡面腮紅液的顏色 然後呢 你只要直接把這個蓋子打開就可以了 它上面有一個壓頭 這樣會比較容易控制用量 我看到很多人是直接把這個壓頭 也連根拔起 這樣就會變成它的開口太大 你會不小心倒太多腮紅液出來 那我先稍微刷色讓你們看 它是這樣子 一點點就夠了 因為它很顯色 好現在慢慢的把它拍開 這個顏色又跟霧面那隻唇筆的色調 要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它的顏色會更濃郁的一些 所以用在夾彩上面呢 用量要非常非常的少 甚至比我剛剛壓下去的那個還要少 所以在用量這一點 我覺得包裝上面是稍微可以改進的 因為你按下去就是那麼多 但你實際上拍到臉上是不需要那麼多的 有沒有看到它很顯色 然後呈現出來的色調就很有質感 很顯白很有氣質的 很有氣質的一個煙燻玫瑰色 但我現在已經有畫腮紅了嘛 所以就不能夠示範腮紅給你們看 但是這個顏色它有個地方 就是它可以當作唇彩來使用 我現在就直接點在我的唇部上面 讓你們看它的妝感 一樣沾一點點這樣子 在你的唇部上面 唇部上面 然後呢再搭配指腹 輕輕的把它拍開來就可以囉 雖然它除了可以當作夾彩 可以當作唇彩來使用 那我覺得當作唇彩的妝感也是還不錯 因為有時候 你不知道你的腮紅搭不搭配你的唇彩 就要挑嘛 但是如果你直接把這個腮紅露 當作唇彩和夾彩的話呢 就已經壓出去了 就比較不用擔心唇彩跟腮紅不同色調的問題 有沒有它擦起來妝感也是透透的 還滿溫柔的那種豆沙玫瑰色 然後稍微遠看一下它顏色還滿有氣質的 我覺得很適合上班族 當作日常的上班唇彩來使用 因為它很顯氣質 然後不會太過明亮或是太可愛 然後也可以讓整個妝感 變得更沉穩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它當作唇彩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那如果當作夾彩的話呢 就是務必 量要非常非常的少 寧願少量 多次的這樣子慢慢的拍 也不要一下子就 塗一整坨 磨在你的夾彩上面 這樣你的皮妝一定會毀掉 所以當作夾彩來使用的時候 用量務必要精準的來控制 最後要分享的是唇彩 我這時候買一個唇彩 那就是JoJo Armani的奢華絲絨定制唇粹 那我買的這個色號呢 是台灣沒有進的就是200號 我不確定台灣也沒有進啦 但是我在櫃上好像比較少看到這個顏色 讓我們進看一下 有一點濁濁的橘紅番茄色調 雖然說看起來比較沉 好像不太適合春夏來使用 但實際上它放到嘴巴上面的顏色 我覺得是還蠻漂亮 沒有想像中那麼濃烈的感覺 然後呢一樣先刷色讓我們看 這支奢華絲絨定制唇粹 已經是很多人的愛用名單了 所以我就不太多做介紹 它是這種絲絨霧光感 不會太過乾燥 它不會完全變乾燥 所以相對它會比一些霧面唇產來的 稍微保濕一點點 我已經把剛剛的腮紅露卸掉了 現在直接試著這個給你們看 因為我唇色比較淺一點點 然後你剛好可以看到它用來遮蓋唇色 以及遮蓋唇中安全的效果 然後呢我習慣不要塗滿 就是不要畫出太過生硬的唇線 你可以再搭配一支棉花棒 稍微把唇線給暈開 唇峰這個地方 因為我的嘴唇比較薄 所以我現在畫唇彩的時候呢 都會稍微利用棉花棒或是指腹 把唇線往外暈一點點 這樣讓我的唇膚看起來 稍微可以比較豐滿 像這樣子利用棉花棒或是指腹 把唇線給暈開來 然後妝感就不會那麼沉重或是強烈 這樣子有點糊唇線的感覺 也會比較適合唇下 就不會覺得妝感好像太重 或是色調太沉的感覺 然後終於把全臉的妝都完成 可以把夾子給放下來了 那這支奢華絲絨定製純粹呢 它的包裝看起來蠻有質感 就是細成的包裝 然後上面有一個 就圓滿你很經典的紅色 那底下呢 這個200號爛番茄色也是我的菜 因為我比較適合偏橘 偏暖的色調 會比較襯我的膚色 但是這支奢華絲絨定製純粹 算說很有名 也是很多人的心頭 但我覺得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 它的缺點有點像是從它的幽眼衍生而來 因為它的質地不是全霧面的質地 不會完全乾燥 它是一直在呈現一個半濕潤半乾燥的狀態 一個絲絨感的效果嘛 所以它的質地在還沒有乾燥的時候 很容易沾牙齒 就是在你剛擦完唇彩的時候 特別容易沾牙齒 所以我覺得使用這支唇粹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牙齒清潔的問題 才不會你擦了一個很漂亮的唇色 然後畫了一個很漂亮的唇型 結果你一笑 然後唇彩全部沾在你的牙齒上面 我覺得會還蠻糗的 所以在使用這支唇粹的時候 要注意牙齒的部分 那質地的部分呢 我這使用的是還蠻喜歡 它不會有太明顯的存在感 因為我很不喜歡用那種太過厚重的唇彩 那會讓我的唇部一直覺得在浮唇膜的感覺 所以它的質地是比較容易去適應的 不會有太明顯的厚重感 那再來呢 因為它的質地是不是全霧面的 是稍微有點半霧光絲絨的狀態 所以比較不會讓你的唇部覺得很乾燥 或是待妝時間長出 或很加深或是顯死皮的感覺 如果它會顯死皮的話 那我可能就沒有辦法喜歡它 因為我覺得 顯唇還好 但如果顯死皮的話 它會讓你的整個唇部狀態變得很 很不OK 很扣分 你就會想要趕快拿卸妝精 把唇彩給卸掉 然後再補新的唇彩上去嗎 那我自己使用這支唇粹 因為我還有其他色號 所以之前已經使用過 我自己使用下來的感受是 它不太會顯死皮這一點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好 那像是這次的Sephora美妝戰利品的開箱 以及邊上妝邊分享心得的影片囉 下面資訊我都會整理在影片的資訊欄 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展開參考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影片給我喜歡 那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一起去風氏族 掰掰 於是